瑞銀的報告指出 市場上仍然有大量的新樓盤庫存 可能需要三年以上時間消化 加上信貸環境收緊 高槓桿率的發展商 可能會採取減價策略 來加快資金回籠 以至樓市的反彈空間有限 瑞銀提到 目前租金回報率只有3.2% 低國樓宇按揭成本的4.13% 將持續抑制投資需求 如果政府全面撤納 可能會對發展商的股價 和實體市場產生一次性的利好因素 但是正面情緒或不能持續 根據以往經驗 撤納對樓市的刺激作用 只是4至16個星期 零售方面 瑞銀估計 政府今年不會再派發消費券 並且會宣布措施 吸引大陸旅客入境 港府或會恢復深圳戶籍居民 多次入境簽證 甚至會擴大大灣區 其他8個大陸城市